你有过想死的时候吗?站在窗口或天桥上,平空万里,白云朵朵,就是这个时刻,也许可以结束一切。 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怕,他怕的是什么? 有人怕脑子里不断奔游的各种思想,就像是烧开水的水壶一样,几乎要爆炸了。 有人怕无人躯的荒凉,就算是在人潮汹流的街道上,也觉得自己像一个鬼影,和这个世界无关。 有人如只身黑暗的丛林,四处都是绿油油的眼睛,不知道从哪里会有猛兽袭来。 有人怕回忆,那么美好的岁月,现在洒落一地,除秋风扫落叶,雨打风飞雪,一切都不复存在。 有人如来到外星球,前一秒还在被窝里,后一秒天翻地覆,如置身永恒的噩梦中。 有人痛苦于无法感觉到自己,有人痛苦于太多的痛苦如癌细胞,在自己每一寸肌肤,骨骼中满盐。 如是,结束生命,也许可以让你永远不用浸泡,在这种痛苦的福尔玛林液体中,做永远痛苦的标本。 而我的咨询室,就是见证各种黑暗时刻的所在,很多人到这里,都会把外表的光鲜吞去,把赤裸裸的痛苦暴露出来,不需要熊黄酒,所有妖精们都会现出真身。 很多人都会惊讶甘索那一家人的自杀,一个绝望的妈妈杀死了四个孩子,一个绝望的父亲杀死了自己。 这件像是死神略过了我们所有人的眼帘。 那一瞬间,我们都看到了窗外有什么等着我们,生命很短,人生很长,等到我们来不及完成欢愉,想到我们必须要拿起手机杀时间。 如果让你放下手机,来到孤岛,你该如何面对漫漫长夜? 每个人来到咨询室,都有一肚子话要说,有一脑袋的问题要问,有那么多的问题要解决。 但是真正的问题,都在这些问题之后,什么时候真正的问题才会出来呢? 当我们无言以对的时候,当我们已经不再想要挣扎这活下去的时候,当我们已经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,当我们不再用惯常的问题掩盖真正的问题的时候, 在这样的时刻,几乎所有人都在问我一个问题,我活着,到底是为了什么,到底什么,可以支撑我活下去。 家平,母弱,父兄,一个男孩从小的梦想,是要成为强大的男人,爱自己老婆的男人。 家父,母强,父弱,一个男孩从小的梦想,是要成为随心所欲生活的男人,自由自在,不受任何人操控。 从小在寄养家庭中流浪的女孩,渴望的是长大后可以一世的相用,总是在争吵中长大的女孩,希望有个暖男来就採出火坑。 创伤的意义,在于它给予了我们梦想,和活下去的动力,我们的前半生要么忙着认同弱者,希望可以有一个世界,让我们尽情的弱小下去,要么忙着认同强者。 希望从此不会有任何人可以打败自己,前者是希望有一个永恒的母亲,活在她的怀抱里,一切皆休,后者是希望有一个永恒的父亲,战无不胜,做永远挺立的阳俱,往往后半生,就是我们的破灭期。 三,此时,你会发现日轮不熟,做更多老板,人性黑暗,你会发现,一切的努力之后,一切都成为泡影,你成为世界上最大冤案里的最惨受害者。 而其他人都是幸福的,或者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火坑,你没出逃,你见过所谓的优秀男人,骨子里都是烂到家的德行,而所谓平庸的男人,又是发尾到家了。 或者你奋斗到一定时候,发现了无形的玻璃天花板,也许你一辈子就到这里了,更不用说各种背叛,各种出卖,各种奇葩剧情。 于是三个朋友就来到了你身边,无助感,无力感和无望感,无论你跑得多快,跑得多远,在生命中,你总是要和他们不期而遇,很多人都问我,我该怎么办? 我的回答是,我不知道,他们说,你是咨询师,你见过那么多人,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办呢? 那我付这么多咨询,在给你有什么意义呢? 难道是要有一个人告诉我,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吗?你这不是骗子吗? 我说,到底我是骗子,还是你是骗子? 他们说,我骗了谁? 我说,骗了你自己。 我说,我曾看过一只甲虫,在墙上遇到一个障碍物,每次爬到那里都会掉下去。 他努力了一上午,另外一只甲虫却轻松地绕过那个障碍物,只用了几十秒。 那为什么那只甲虫不会绕行? 对他短促的生命中,一上午已经够满床了。 他们说,因为他笨啊,我说,他不笨,他很聪明,他要不断地骗自己,我一定能排过这个坎,一定能。 为什么他要这么骗自己? 因为放弃对他来说,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 四,如果一个人在那些生命的重要关头曾经被别人放弃过,因此造成了创伤,他们就会成为不能暴戏的人。 我曾看过一个电影《海上钢琴师》,讲的是一个在邮轮上长大的气音。 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邮轮,甚至到了邮轮要被炸毁的时候。 他依然坚持与传同传,图住《海上钢琴师》,他不是没有想要离开的时候,他爱上了一个姑娘。 他想到外面的世界去找他,但在传梯三分之二处,他停下来,久久地看着外面的繁华世界,最后他还是转身,回到了那永远的子宫之中。 他傻吗?不是,他内在的资源只够他走到传梯的三分之二处,再往前走一步,他都胆尽了绝了。 人生最黑暗的时刻,就是我们拼刺刀的时候,拼的是什么?拼的就是两个声音,一个是自我安抚的声音,一个是自我拘盈的声音。 1942年弗兰克被纳粹投入集中营的时候,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,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,他的一切都要被剥夺。 地狱不再是一个象征,变成了现实,你不再拥有任何人的权利,无尽的苦意和虐待,变质而短缺的食物与蔓延的传染病。 你甚至不再有名字,只有一个编号,这个时候,你需要问问自己,这样的生活还会继续多久,我还能坚持多久? 明天我会病死还是累死,或者干脆被随意的枪毙。 如此黑暗的岁月里,会出现三类人,一种是沉浸在抑郁或焦虑的情绪漩涡,很快被残酷的生活淘汰。 一种是封闭住自己所有的感知器官,成为精神上的死人,这样的人也会被淘汰,因为他们也脱离了现实。 一种则是可以清醒而灵活的活着,你需要有两种能力,一是承受苦意的忍受力,二是努力适应非然环境,并和决定你生死的主宰者保持良性关系的能力。 因为只是一念直插,你就会被送到没气势。 这时候,你需要有足够的情绪感知能力,运用你的情绪能力影响周围的环境,还需要有超强的容纳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能力。 换句话说,你的内存要超强,才能代谢如此艰苦的环境。 弗兰赫做到了,他用了两个方法,一给自己足够母性的安抚,他会每天休息的时候,想象自己和妻子在一起的时光,这是他难得放松的时光。 二,给自己强大父亲的支持,他告诉自己,无论自己如何被剥夺,他唯一无法剥夺的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。 无论他多么不自由,他的内在可以是自由的,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可以束缚他的。 先者给了他安全感,后者给了他掌控感。 当一个人能够自我安抚,有了掌控感,那么他就是不可战胜的。 五,话说回来,为什么会有被家暴的女人十几年,都无法离开那个渗月的男人? 为什么一个男人反复出轨,对一个女人长期冷暴力,他却无法离婚? 为什么他总是忍受老板的侮辱,却一直不能辞职离开? 哪怕所有人都看到他有足够的能力开创自己的事业,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过着其实不值得他们过的生活? 因为,对他们来说,缺少的就是这两点,安全感和掌控感。 为什么一个女人受了那么多创伤和背叛,却不能离开这个婚姻? 是因为当年他追她的时候,给了他三个月美好贴心的照顾。 这三个月成为他人生最巅峰的高光时刻,为此他可以付出13年,甚至30年的代价。 因为他无法相信,离开了这个男人,他是否还有可能拥有这样的时刻? 他不相信这温暖可以再次发生,再次拥有,而且可以由他来掌控。 因为他太穷了,他的内在的燃料太少了,不能像弗兰克一样,在完全断绝了外在的供应以后,依然可以自我攻击。 如何从黑暗中走出来? 其实心理咨询帮助我们的,就是这两种能力。 如果我们的内部燃料不多,是因为我们早年没有人教会我们如何安抚。 此时,我会问来访者一个问题,当你挫败的时候,痛苦的时候,失落的时候,你听到了什么? 他说,什么都没有啊,我说,再细听听,是什么让你那么痛苦? 他的闷水慢慢盈眶,我觉得自己很差。 我说,我是谁? 你有两个我,一个是觉得自己很差的我,一个是很差的我,这两个人是谁? 他说,一个像是我的妈妈,一个像七岁时候的我。 我说,每到黑暗的时刻,你的妈妈就用指责你的方式陪伴你吗? 他说,是的,我很伤心,在我最需要安抚的时候,他总会用刀子包开我的心。 我说,是的,痛苦也是一种陪伴,好过什么都没有,一个是永恒的孤独,一个是被人指责。 这两个痛苦你会选择哪个? 很多人宁可选择后者,因为前者基本就是一种死亡。 而我们是需要客体的,是需要有活物的陪伴的。 哪怕是一个可怕的伤害我们的人,但是这种陪伴的代价却会流更多的血。 所以,你是否是黑暗中的幸存者? 不光取决于你正在面对的艰苦,更取决于你从父母那里学到了什么,是学会了网上口上再加上一刀,还是给他服用。 六,很多人学会了前者,他们的生命力就会慢慢衰竭下去。 学会了后者,你就能坚持到走出最道的那一刻。 那些来到咨询室寻求帮助的人,大多在前者和后者之间,有些人就这样慢慢的走出去了。 有些人则成为徘徊在黑暗中的幽灵。 有来访者说对我说,谢谢你,在我最黑暗的时候接纳了我,没有你的帮助我很难走出这段岁月。 谢谢你,在我最迷惑的时候给我一条路,让我看清了自己和这个世界。 是的,也许我们可以拥有这样一个过渡的终转战,在踏上下一列列车之前。 小时候,我很怕死,因为我很害怕黑暗。 直到有一天,我忽然想到,也许黑暗没有那么可怕,也许死没有那么可怕。 也许到了老了那一天,我可以平静或欣喜,地等待它的到来。 也许那时是我内在真正的自由的时候,是我内在精神的火焰,可以永远燃烧下去的时候, 我将终于可以免于无尽的恐惧,和这个世界和解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